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交流一个没有停车位的城市未来 但是如果你要觉得我发明了一个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能就想错了 要不然那样我也成为大家的校友了 清华总校 其实今天我想探索一下 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城市 能够解决城市停车难的问题 这里面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 还包括非常多的政策 我们的价值导向 第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任何停车位置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包括看一下我们的现状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国内外的停车目前的一个情况 大家有个基本的了解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四个车谷路上的国家 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就是美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每一辆小汽车会有八个停车车位 这些车位加起来 差不多是城市面积的30% 把这个面积再对待一块 它大概就是美国一个州 叫西维基尼亚州的一个州的整个面积 所以美国有相当多的面积 是提供给停车位的 那为什么美国这个停车位发展得这么快速呢 其实它一个是依赖于当时的停车的卖表的 这个 马表的这个发展 它的收费系统发展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呢 是依赖于一个政策性的导向的东西 叫做强制性的配件 停车位的配件 所以这是一个政策一个技术 推动了美国今天有这么多的这个土地 被停车位所消耗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在它这种技术跟政策的结果下呢 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城市的面貌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里面 可能给车也比给人都会更多 这也是美国今天的一个城市面貌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盗片很惊讶 是吧 但是即便是这样 在今天的美国 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它的停车位是不够的 非常多的人跟中国是一样的 很多人认为我停车位不够 我找不到停车位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研究呢 它并不是我们这种交通规划师们所做的研究 它反而是一个贷款银行 这就是美国这个抵押贷款的 中方抵押贷款的银行 它要做一个研究 它觉得这房子值不值钱 特别是这个停车位的供给是不是符合的 对未来的它这个房子的价格有什么影响 所以它做了一个研究 这研究的结果 它选了全美大概八个城市 分别分布在八个不同的州 所有这个城市的结论 都是停车位的供需 是非常的过剩的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结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爱荷华州这一个城市里面 有一公顷的这个土地里面 只有1.5户人家 但在这一公顷里面 平均下来会有28个车位 也就是说1.5户的人家要消耗28个车位 所以这就是美国今天的整体上面 它在回顾在反思 这未来该怎么来发展 美国今天大体上 1000人里面有900辆小汽车 而在中国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城市里面 1000人的小汽车保有量超过400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美国走的路 对我们是不是有影响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欧洲 大家今天看欧洲都是非常精致的 很多人骑自行车有公共交通系统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汽车文化是诞生在欧洲的 所以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荷兰离德国很近 在1970年代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荷兰的街头 跟我们今天中国是一样的 在街道上只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停车 一种是行车 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街道比我们中国这个 比我们现在北京的胡同都更难走 也很难受 因为大家都富裕过 都有经历过小汽车文化洗礼的这个年代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video 所以它最好的空间是给谁啊 是给小汽车 对吧 所以它这个广场都是用来停放小汽车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街道 但是欧洲明白了 它即便是小汽车诞生在欧洲 它也没办法支持这样的城市发展 所以在1970年代整体的欧洲在重新思考 如何解决这个停车 小汽车发展跟城市发展 相结合的一个意见 所以这是同样一个街道 在今天的阿姆斯特兰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变化 然后我再举另外一个欧洲城市 是哥本哈根 这都是在世界上 今天的世界上排名是最宜居的 最可持续发展的 它同时的创意产业 经济产业 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城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哥本哈根在1961年的时候 它把城市里面最好的土地留给小汽车 但今天它把城市最好的土地留给在座的各位 留给我们人 留给这些创造知识 创造价值的人 它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后面当然有很多策略 但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是 每年会削减3%的停车车位 相当于温水煮 清华 大家感觉不到停车位突然少 但连续20年下来 它就会把很多停车问题解决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政策 我只是很简单介绍一下 同时在法国的土耳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户外活动 你把它关在房子里是不行的 土耳市发现在它的城市中心里面 在这个很简单的5500平方米的面积里面 它提供了440个停车车位 但它给孩子们提供的游乐的空间是0平米 所以土耳市反思过来之后 它希望把它的停车车位改造成 给孩子们能够安全地在户外进行活动的一些空间 而且未来它不会有任何连续超过4个停车位 所以你只要有3个停车位 你就需要有一个空间留出来给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其他的公务活动 所以这是欧洲今天的一些整体的发展 另外我同时想强调除了孩子以外 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不需要小汽车 这栋楼大家可能知道是英国伦敦非常有名的 一个地标性的5I街写字楼 它其实名字叫瑞士再保险大厦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这个你称叫做小黄瓜这个楼 这个楼的租金在伦敦是非常非常高的租金 位于这个金融城的一个核心地区 但这个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不提供任何一个私人的停车位给大家 这个楼只提供给大家装货卸货的停车位 跟残疾人使用的停车位 它不提供任何私人停车位 所以大家来这个楼上班 来个5I街写的楼上班 你要使用公共交通系统 你要使用自行车 所以这也告诉大家 其实使用公交使用自行车的人 同样可以负担得起5I街写字楼的这个高昂的租金 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城市继续的发展 所以这是讲完欧洲 然后回来看我们的亚洲 亚洲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差异性就比较大 所以2010年的时候呢 亚航对亚洲很多的这个大的城市的CBD地区 进行过一个有关停车位配件的这个分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它的这个X轴呢是大家的这个发达水平 越往这个远端是越富裕的这个城市 这个Y轴呢是这个停车位配件的数量 就每100平米它配件多少个停车位 越高呢就是配件的停车位数目越高 所以在这么多城市里面 回归出来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结论 就是越有钱的越发达的这些城市 它提供的停车位是越少的 因为它要更精致地管理它的土地 它不会把这些土地浪费给停车位 这种非常消耗土地 又不产生经济价值经济活动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选择其中一个 进行了更深入的这个探讨 就是重庆的解放飞 这个重庆也是个三地城市 两江一格 它那个解放飞的那个位置 它希望开发它的这个CBD 将来它会有一个跟新加坡类似的 那种龙头的这个建筑物出现 但是在CBD地区呢 我们做过一个有关的问卷 当然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 商家说我这个停车位不够 消费者也觉得停车位不够 对吧 大家都觉得停车位不够 这肯定都是在所有的问卷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但是我们这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在重庆解放飞2010年的时候 它每平方公里的停车车位 跟上海的路加嘴地区 以及纽约曼哈顿 从伦敦的金融城的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重庆解放飞地区 在2010年的时候 它停车位的密度 已经是上海路加嘴CBD的1.5倍 是纽约曼哈顿地区的2.1倍 是伦敦金融城的5.3倍 在2010年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够 领导也觉得 既然都不够 那我去加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它提出新的地区的规划 就是说它会为未来十年 把它的停车位再翻一倍 也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元 就是2020年的时候 整个重庆解放飞地区的 一个停车位密度 但是它真的是不够吗 所以这张图呢 是我们一个一个 这个停车库进行调查 你可以看到这个蓝颜色 就是在它一天里面 最高峰最繁忙的 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 都被占用的这个时候 它依然有很多的停车场 是不饱和的 还是有很多空位 特别是有一个 叫机械停车场 因为这个SUV开不进去 所以它这个机械停车网 其实利用效率比较低 但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停车位真的是不够 而第二点呢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区有完全不同的 这个停车收费体系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收费体 这个评估方法呢 就是它的周转率 这个车位一天可以服务多少个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重庆CPT存在大量的 非常便宜的这种价格的 一个小时一块钱 所以它鼓励你的 是什么人在停车呢 是来这边工作的 它并不是鼓励来这消费的人停车 所以我一停一块钱一小时 那我停一天八块钱 我肯定就把它停下来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车位的周转率 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出现这些定价机制的 不合理的问题 但在这个里面 有一些现实停车 你会发现 它一天能够服务的车量数 立刻就生产了 比一般的要高六倍左右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价格 其实本身也可以调节 它很多的这个需求模型 所以这里面我们分析了 美国 欧洲 亚洲 包括我们国家 对停车位过去一阶段 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明白 都存在 很多地方都不觉得 自己停车位够用 但是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未来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在想城市的未来 所以这也是第二部分 我们要看看全球 整个停车产业 规划行业里面 我们在思考未来 如何把停车政策 跟城市发展结合起来 首先看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我们的vision 是我们的愿景 我们希望城市是更多 回归给生态 绿色空间是给我们人生活的 而不是给车 这些灰色的污染的 以及吵杂的这个空间 所以整体上面 这张图代表了全球 我们这个行业共同的目标 我们要把城市回归给人 以人为本的城市 而并不是以车为本的 所以结合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难的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机制 特别是我们要强化市场机制 来解决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 所以大体上全球里面 我们把这个东西分成以下这个六点 每个都会跟大家进一步的介绍 包括加强执法 包括重新修订这个停车配件政策 包括扩展现有停车位的用途 制定这个动态价格 以及应用新技术来解决问题 同时便停车管理为这个路员资产管理 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个我们来看执法 这很有趣 我们这边对比了一下 纽约跟北京市的这个执法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橙颜色呢 是北京市的小汽车保有量 在这个我的最右手最远 所以北京市现在的小汽车保有量 是纽约的三倍 然后中间这张图是什么呢 中间这张图是2017年的时候 纽约跟北京的这个 罚单的总数量 大家可以发现 蓝颜色立刻反过来了 在2017年的时候 纽约的罚单数量是北京的三倍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纽约这个乱轻车信仰 比北京要疯狂的多 疯狂到三倍 另外一种后面再讲 所以按照这个车军的罚单来算的话 北京的车军的停车位 停车的这个罚单是 纽约是北京的大概接近八倍左右 这就是一个纽约跟北京 一个很简单的对比 然后大家觉得 是不是因为纽约人很疯狂 我们一去乱停车 对不对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这来自于我们公安部的 道路安全研究中心 这里面有一张表示 中国全国31个省级单位 对这个车军查处不让行人的这个处罚 北京排在道路第二位 但是查处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的这个处罚 看北京这个量在全国排了第三位 所以这给你一个什么概念 它叫选择性执法 对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 而且第二件事情要告诉你 它是以车本位为主导思想的一种执法模式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北京的停车问题比纽约严重得多 所以我们的执法模式 其实是在纵容大家乱停放 这是第一件事情 当然我跟北京交管很多时候交流 他也说我们这个事业编制 我没有办法有这么多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执法功能也不可以外包 所以我这个交通量增长很快 我真的是完成不了这么多任务 同时我还有很多这个领导的特勤任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一些案例 第一件事情可以看一下深圳 这个深圳是在2016年已经推出了这种 叫做居民举报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传统上面是喜欢 通过人民战争来赢得胜利的 对吧 当你这个警力不足的时候 我们很可以通过这个违法举报制度 来发动比如说各位的 像我父母啊出去溜个弯没事啊对吧 拍几张照片回来能挣个钱啥的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整个这个深圳 对居民举报违法停车的奖励呢 超过了100万人民币 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有效地遏制这个警力不足 以及对乱执法乱停车的一种威慑力 第二件事情呢 是在北京有很多这个黑车位的湿化 其实大家看到它是有车位啊 但它其实是违法的 所以在深圳同时推出了所有叫路侧停车 或者我们叫路内停车的话 它都使用这个一停车一整套的APP 而路内停车呢它会杜绝所有的现金交易 所以你可以黑司法地去划 但是所有付费的时候 我从来不付给你这个现金 我只能从一停车这个APP上来付钱的话 你再有乱画的人你也收不到钱 慢慢的它这个市场就会更规制一点 所以这个其实也都可以用来北京来学习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深圳乱停车最高处罚超过2000元人民币 在一些重点道路全是500块人民币起 但北京咱们的房子收入都不比深圳差 但咱们的违法处罚只有200块钱 第二点呢大家都说日本 对吧大家都觉得日本人非常的守规矩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日本如何通过执法处罚 来推动这个停车位置更有序 大家可以看我最右手边 大家都觉得日本人很礼貌很有秩序 在1952年的时候 这是日本皇宫前的道路乱停车 这告诉你一个什么意思 在52年的时候它可以把车停在这儿 这什么意思 就中国今天你看咱们北京停得这么乱 对吧 那大家谁敢把车乱停在天安门广场上 对吧 这个相当于天安门广场 皇宫前的道路上可以乱停车 所以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 机动化快速发展非常疯狂的这种模式 所以当时日本人1964年的时候 他们要主办他的东京奥运会 所以那时候着急了 连皇宫前都这么乱停车 你说这个领导们怎么过去 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当时甚至都想过一个这样的有趣的技术 叫第五车轮技术 大家可以看看这挺有趣的一个模式 希望能让停车入位 更节约停车的用地 很厉害 对吧 但我想告诉大家 最后他work的并不是这些技术 而是他在1962年赶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颁布了一个新的叫做车库法的内容 这车库法规定 所有的市政道路上面 不允许车辆过夜停放超过八个小时 这逼着你干什么 逼着你 比如我晚上八点钟 我派一伙人来查一轮 然后早上六点钟 如果这些车还在我就开始贴条 而且晚上也很好进行执法 所以你不可能晚上八点钟一停 早上还五点钟赶得起来就换个车 对吧 你能够车为什么呢 应该不会 所以这种执法推动了日本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出台 叫做有位购车制 也就是说你要买车之前你需要买车位 你没有车位证你根本买不了车 对吧 这个就解决了它大量的乱停放的问题 所以日本1962年推动的车库法 以及严格的执法 让日本今天尽管机动化 这个竞争仍然很快速 但它同时能够解决好它的一个停车管理问题 所以今天中国我们反而是相反 不是更严格的管理他 而是纵容他 我们这个200块钱 这个处罚的比例都非常非常低 其实我们纵容这些人在乱停车 同时呢 第二个项目就是前面的执法 有了执法才有后面所有工作的保障 第二件事情呢 叫重新修订停车位配件政策 什么叫停车位配件呢 大家可能理解 首先你要知道一个小节车位大体上要占30平米 因为包括开关门 包括它开进去开出去的道路 在中国呢 我们国家标准的大概40平米左右 但是这个30平米意味着一个车位占30平米 意味着你需要找到它的配件 前面讲的叫路内 使用我们适当道路 另外呢 你需要停车场建筑物底下有配件 所以美国推动停车位快速发展呢 就基于叫配件的下限 什么叫下限呢 就是说你至少一户要配件一个车位 但是多了我不管你 我管你下限 对吧 所以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叫强制性的停车配件标准 它甚至还有一些配件很奇怪 就兵衣馆 他们那也跟我探讨 这兵衣馆怎么算出这个配件指标的 都是死人 你怎么算的这个它要多少个车位 但是搞明白 一千烧几颅可能是 所以这种配件指标体系 导致了美国城市土地大量的被这个停车位数 因为你上限不管不控制它 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在1960年 美国推出这个停车位配件标准之前 一个城市里面 它大体的用地跟这个城市的对比 以及配件发展中国人之后的一个对比 这个发展到今天一个更疯狂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苹果公司修建的Apple Park 大家都觉得我们盛店盛唐 这苹果公司的新总部 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环 尽管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半导体产业的一种思维 自己修一个堡垒 或者会讲谷歌会不这样 但这个总部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它旁边这两栋小楼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同时按照它的配件要求修了1.1万个停车车位 也就是说它停车库所占的面积 比苹果总部的办公面积还要大 这就是美国今天比较疯狂的这种配件的这种政策 导致的这个城市是长得这个样子 所以这种政策带来的就是说 你需要大量的这个停车位的配件 你并不约束它 而且同时导致建筑物之间的这个隔离会非常非常大 这是所谓的大街区的形成 但是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美国还行 3亿人土地多少事可以随便用 但在中国在欧洲是没有办法靠停车位下限 来推动城市有机的结合跟停车政策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 伦敦是全球第一个开始转变这个停车场配件政策的 由原来的下限转为上限 你一个一套房子100平米可以配件一个停车车位 但这是上限 你至多配件一个停车车位 你不可以超过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个改变 但这种从下限配件变成上限配件的 立刻的已经传导到今天有超过70座欧洲城市 开始按照这个方式 来重新定制它的停车位的配件的规划 以及2014年巴西的圣保罗 是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的 而巴西圣保罗还特别发展出来 基于这个上限指标之后 还特别发展出来了一个叫做竞价交易制度 我就只给你这栋楼 比如说一户 我只给你0.5个停车车位 对吧 这是上限 但你觉得不够 你觉得我这住的都有钱人 要更多的停车位 我需要一 一的话你就要到市场上去买别人的那个0.5的配额 就变成了一个竞价交易的模式 通过这种市场调节 来减少这个大家对停车位的这个过渡的需求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中国我们北京 上海 广州 很多停车位配件标准呢 都还处于这种下限控制的方式 对上限呢 仅有广州有一点点的这个限制 特别只是针对公共设施的 然后第三块呢 我们要强调调整停车位的功能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把停车位恢复给孩子们使用 非为公共生活哈 所以这是我们在深圳跟在这个上海 同时所做的一个两个小项目哈 一个把三个这个违法的停车位在深圳 改变成一个给大家活动 一个学习的一个场所 同时在上海呢 有个威士忌的这个活动 大家可以在里面玩耍哈 这是一个停车位改造的功能的改造 另外一个呢 纽约现在对最整体的停车位 过度过度供给的停车位呢 进行一个有序的这个经济适用房 方式的这种调整哈 所以30平米一个车位 所以很容易打造一个新的经济适用房 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处理的一些 停车位功能的改造方式 第四块呢 其实我想要多讲一下 就是说 今天中国每一个城市 大家都跟我说停车位不够 但是你在谈供需的时候 你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价格 我在北京的这个东城区 曾经评审过一个项目 他说有100个老同志 说我是刚需 我必须要停车位 找不到在东城区 所以东城区交委呢 就有一个项目 说要求2亿人民币 因为很贵嘛 地 要找一个地方修100个停车位 我只想告诉大家 如果这2亿是你自己掏的话 你自己一个人掏200万 你把你的一个三驱使 变成一个一驱使的时候 你这种所谓的刚需的需求还存在吗 所以这就想告诉大家 不谈价格的话 这些东西真的是刚需吗 你可以思考一下 但是在全球来看 我们需要用价格机制 来真正的来应对供需的 不平衡的问题 所以说价格需势呢 有几个主要原则 包括减少路内停车需求 提高停车位的周转效率 平衡停车位在时空上面的 这个供需的不平衡 以及确保 我真的需要车位的话 我能找到它 第二件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今天大家都觉得 我为小汽车付出了很多的资金 我花了很多钱 但是你同时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给它收很高的费用 因为小汽车在美国 是所有交通方式里面 被补贴最高的一种模式 它在被用社会来补贴 这里面有停车费的补贴 有它的污染空气的补贴 有道路安全的补贴 有它的噪音 一系列社会成本的补贴 所以今天哪怕你很贵 你花了很多钱 但是你每花一美金 在你的小汽车的出行上面 社会再补贴你九美金 就是因为你想收到很多补贴 所以为什么今天大家 离不开小汽车 因为这成本还是很低的 所以尽管中国没有相关的研究 但我可以告诉他 中国只会更贵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对小汽车进行 你是有钱人 你不应该拿社会资源 来补贴这些有钱人 所以我需要对价格进行调整 所以在纽约呢 它现在开始推动一种叫做 基于这个空位的这个价格调度机制 就比如说我价格过低 我这个沿路内的所有的停车位 都会被占用 如果价格过高 那就没人停得起 所以纽约呢它说的价格机制 是基于这个道路里面 有10%到20%的空余区间 所以它按80%的满 为它的这个价格控制目标 有些重点路段90%满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真的需要这个车位的时候 我付钱 我在街上还能找到车位 你不能告诉我 这街上没有车位 对吧 因为有10%到20%还是空余在那 而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 一个有效有序的价格机制 来调整这个供需平衡问题 所以那时候你愿意花钱 那真的是刚需 你每天愿意花500块钱 1000块钱停一个车 对吧 最后两块内容呢 一个是技术 毕竟咱们都是清华的同仁 所以我们需要谈一下技术 在美国呢 有一些技术呢 是为了调节这供需的不平衡 所以它有一个叫做 扫接的这个 这个停车位的这个侦测系统 在这些小车两侧呢 它就放雷达 当你开车的时候 它就会把两侧的这种控车位 扫描出来 然后通过云系统上传 信息共享 大家就可以随时掌握 道路上面哪些位置是空缺的 美国它还做了另外一个测试 结合无人驾驶 因为停车位的供需不平衡 是在于远端停车位的不平衡 也就是说你如果去一个商场 你会发现那个地下车库里面 最靠近那个商场入口 电梯门口的那些车位 你老找不到 而你要走远一点的 200米以外 你会发现有很多控车位 因为大家不愿意走 最后那两三百米或者四五百米 所以导致停车位的不平衡 所以他们现在想的方法就是解决 你可以开车 开到离你的目的地最近的 电梯门口 然后一按 用无人驾驶 中驾驶技术把它送到远端的停车位 这样也可以把停车序区聚集起来 这个他们已经开始做测试 而同时技术发展 其实对停车位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大家讨论 停车位都不够用 但其实ITF 这是经合组织下面的国际交通论坛 在2016年他们在欧洲的葡萄牙所做的测试 所表明 当你把共享出行跟无人驾驶技术结合起来 你会发现大家都不买车了 为什么我不需要驾驶车 我很容易做一个共享 无人驾驶来接我的车 去到另外一个目的的时候 我一定要买一辆车呢 所以这样的技术的革命 会导致什么呢 会有80%到90%的 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下降 这也同样意味着停车位的下降 所以今天你到处在修停车厂 修你的更多道路给停车位 但你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的改变 会影响整个整体的停车需求 而这个同样呢 它当然ITF所介绍的大概80%到90%的下降 但另外的不同的研究 这是去年18年在《自然》杂志的封面文章 对小汽车数量进行了一个像灭霸相指 咱们又提个灭霸 它是对整个曼哈顿地区的这个停车 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以及结合未来技术发展 包括算法的更新 它这个结论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在曼哈顿地区所行驶的 一万三千辆出租车 它有一半是可以被灭霸消遍掉的 我们只需要一半就足够了 也就是说同样对私人小汽车来说 结合好的技术发展 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庞大的 私人小汽车保有量 就能解决大家的这个出行模式 以及我刚才谈到谷歌 谷歌在多伦多所做的 它未来的这个社区测试 所以它跟苹果并不太一样 它对未来社区的测试里面 这是多伦多传统上面 大家可以看蓝颜色 有54%的人是使用小汽车出行的 但谷歌希望它未来只有15%的人 使用小汽车出行 这意味着只有15%的这个停车位 提供给这些车辆 所以它通过压缩停车位 来减少这个停车数量的 这个小汽车数量的增加 而逼着你去使用共享啊 使用这个自行车啊 这样它可以通过你支付 共享车辆的费用 公交费用 自行车费用来获得更多的收益 远比卖车位要容易得多 所以这是整体上面 这个技术性的变化来推动 以及最后一点 我想强调这是最新的一个 国际上面的探讨 就是路源的管理 就是说我们在马路边上 难道天生就是给小汽车使用的吗 所以这个是最新的路源管理 包括苹果跟谷歌都在看这个 这里面有很多初创公司正在研究 也就是说当你路源你会发现有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用户 有货车装卸货的 有时候我可以用来做5G的一些电子设施 用这个同样的这个 停留位的空间 我可以用来做这个小的市集 我可以用来做一些绿色的技术设施 做一些小广场 我甚至在滴滴在不同的这个路源 我上车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在国贸圈这一圈的路源 可能比在五环以外的一圈路源价格是不一样 这样的话 你在国贸上车可能要加5块钱的路源费 这个有一些经济性的调整 所以他们在思考 利用这个从单一的停车功能 变成更多种的更包容更多功能的这个路源性的管理 这是全球最新的在整个停车位的探索 最后呢讲了这么多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今天我们反过来要思考 我们的城市需要是一种什么样的 是为我们人服务的 还是你就需要坐在车上 享受这乌烟脏气这种噪音 这种非常拥堵的这种城市生活 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工作 并不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不方便 而是希望让大家生活更好 谢谢